今天的创党大会上我们的记者也观察到了 包含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都送上了花篮祝贺 贺词更是藏有玄机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郭台铭的花篮 他是以台铭两字藏头 写下了台湾安定繁荣式共事 铭记找回良心的初衷 而王金平的贺词则是以台铭藏头 金瓶藏位写下台湾团结成金 明星旗见太平 再加上郭台铭的核心幕僚 永龄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又彤 他是亲自出席祝福 也让现在郭柯王铁三角结盟 更添想象空间 台北市长柯文哲成立台湾民众党 创党大会这一天 郭台铭核心幕僚刘又彤现身送上祝福 董事长事实上他已经送过花了 所以今天事实上是我个人 以我个人的身份来给那个 柯市长还有我们蔡郭文一个祝福 郭台铭人没到但礼数没少 祝贺花篮就放在入口处好明显 贺词台湾安定繁荣事共事 铭记找回良心的初衷 这一句找回良心的初衷 也是柯文哲口头禅 另外一侧放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花篮 贺词写着台湾团结成金 明星旗见太平藏头台铭 金平常委会场大门口为二的花篮 看出郭王柯的默契 政治上本来就是朋友要多敌人要少 所以礼尚往来这也蛮正常的 本来就是民众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简称 你们就是想太多了 宋华也是他大概只是跟大家询问了一下说 那柯市长从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初衷啊 或者想法啊 他就说那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就说可能关怀弱势吧 董事长就说关怀弱势啊 那这样跟基金会业务很相关 郭台铭自从初选过后 切断和国民党联系管道 郭振营反而和柯文哲保持沟通桥梁 刚刚柯市长提的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政策 你都必须关怀最需要关怀的那一群人 我觉得跟基金会长期来做的事情是很类似的 那我相信董事长应该会听到这番话 他也会觉得很感动 8月8号郭台铭可能现身高雄 参加八八风灾十周年活动 到时是否和韩国瑜 吴敦义马英九同台化解初选新节 大选风向难以预测 记者叶婷蔡玉如台北什么的